我們現在嘗試製造一個重注波 Longiturnal Standing Wave 首先我們準備一條長彈簧 彈簧的上端是固定的 而下端我們就接駁著一個震動器 我們將震動器連接到一個信號輸出器 Signal Generator 是用來調校震動的頻率 現在我們將頻率慢慢增加 當頻率達到某一個數值的時候 注波就會形成了 我們可以留意到有些地方永遠都不震的 這些地方我們稱為波折Nose 相對地有些地方的震幅永遠都是大的 這些地方我們稱為波幅 我們現在看到彈簧上面有幾個波折和波幅了 如果我們繼續將震動頻率增加至更高的數值 我們就會見到註波的波幅和波折數目 都會相應增加 我們下次見 有名字熟人